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五對夫妻排成一類 然後夫妻一定要相連 而且男女要相間隔 則排法有幾種 那這個排夫妻的話夫妻要相連 所以一定是夫妻夫妻夫妻這樣子 那這樣也是男女男女的相隔 而且夫妻的話也有排在一起 所以的話我就先排夫 夫的話有幾種方法 就是五個 五個男女來排 就五接產 然後的話 這個 那妻的話它只能排在夫的旁邊 妻的話只能排在這裡或是這裡 然後第一個妻排完以後的話 第二個妻的話 它的位置就被固定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第二個妻的話 它要排在夫的旁邊 但是男女要相間 這裡不能空著 所以譬如說 夫的話是這樣排 夫這樣排的話 那你 她的妻子如果排這裡的話 那她的妻子一定要排這裡 她的妻子一定要排這裡 她的妻子不能排這裡 因為如果排這裡的話 這裡 就兩個男人在一起 她已經男女男女也要相間了 所以她只有兩種排法 就是說 妻排這裡 第一個妻排這裡 第二個妻排這裡 就第一個妻固定以後的話 其他都固定了 那第一個妻排這裡的話 其他的妻就固定了 那第一個妻排這裡的話 其他的妻也是固定了 所以只有兩種排法 所以妻子的排法 只有兩種 所以是五階層 乘以二 這是一百二 一百二十乘以二 所以是兩百四十 所以有兩百四十種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一 先看一下 每一百五十乘以二 所有人都在牠靠